本集装修三分钟董设计的问题是 现代人对客厅空间有许多期待 不只希望能有充沛的采光 更期待能将窗景绿意融入室内空间 今天一起来看看开阔的社交客厅区该如何规划呢 客厅作为室内空间的主角 不仅是现代人的生活重心 更能凝聚家人互动 拉近人际关系 亦能作为亲友聚会的空间 因此现代人在客厅的机能上 期待能引入充沛的日光 融合窗景绿意 营造开阔舒适的居住感受 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合广室内装修设计的郑华罗孝丽两位设计师 如何运用设计手法 让疗愈客厅亮起来 秘诀一 旋转电视墙 疗愈卧塔 此岸居住成员为一对准备换屋的新婚夫妻 虽仅有18平空间 却有着充沛采光与当面窗景的优势 可在家尽情俯瞰繁华的都市景观 其次面临于需求不相符的三房格局 何光设计透过释放一房空间 为公共空间争取更充裕的生活轨迹 考量植物主两人对空间的使用需求 于电视墙后方打造一个极客工作区 休戚区 阅读区 和瑜伽区的多功能场域 同时结合客餐厅的场域规划 有效延伸视觉感 其次为了预留梦寐以求的按摩椅位置 透过精简电视墙的形态 以半高旋转电视 以次兼顾客厅餐厅的观影需求 最后临窗处设置卧榻区 扩充亲友来访时的坐立位置 更在下方预留足够的收纳空间 同时延续卧榻的木质纹理 打造精密的书桌台面 在凝聚家人情感的前提下 创造独立且开放的修起工领域 一家四口入住共48平的双厅住宅 屋主期待能有个开阔的居住环境 伴随孩子一同成长游戏 设计师透过缜密的格局改造 在小户格局上做大幅调整 规划出齐备的四方两厅机能 更创造了家庭主妇梦想中的开放式参厨 以原先的分户墙作为电视墙 并预留两侧走道 行速多元弹性的回自行动线 让幼龄阶段的孩童 能在空间内自意地穿梭 游戏 而为了发挥居宅的采光 窗景优势 先是架高领窗处的地平 打造阳光狼道的惬意感 同时串联起客厅残除收房三大空间 最后更运用地平的高低差 明确收房与公共空间的分野 让三大空间既可共享 亦能独立 秘诀三 开放式社交场域 19平行程屋 原先空间不仅面临客厅狭长 厨房封闭通风不良的窘况 更有着格局安排不复需求的状况 无主夫妻俩期待能敞开参除空间 营造舒适开阔的居住感受 设计师选择舍去一房 并解放既定格间 将三房改为两房 创造开放式的阅读书房 全开放式工领域 运用可移动式的家具软装 区隔空间 客厅后方设置高低错落的展示收墙 让此处化身天然的居家端景 其次 为了让客厅与参除空间成为此案的生活中心 运用浅色塞粒时搭乘温润木质 以材质色彩巧妙串联电视墙与中导台面 同时玄关的转折廊道 更无形化解了穿堂鲨鱼开门建造的风水一律 成就一所放松惬意的采光居宅 核光顺利装修设计 不仅于客厅空间融入每位屋主对于生活的期待 同时让生活环绕于阳光绿意中 运用格局规划与动线安排 行速顺畅弹性的行走动线 给予每个家庭崭新的生活提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